歡迎收看石sir 手機 石sir 港股這個星期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不是沒有方向 有方向 是嗎? 橫行 哦 成交又縮 一次月都沒有 對 是嗎? 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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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下個星期 港股有期結 A股有 都說要等到7月30日 新加坡期貨指數那裏 現在還有53萬張合約未平倉 53萬張那裏 那裏大概是差不多400億 是 為何不要看 以前爺爺不會看 現在一定會看 不過很多投資者都不看 哦 沒有發卡 那麽多人說都不看 不是很多人說 是嗎? 不是很多人說 好像講來講 就只有我講 哦 即是怎樣都要看下星期3號 不知道的 那我可能講錯的 沒有 我可能講錯的 那人家認為 53萬張很濕性 是 即是13億人 每人都分不到一張 是 所以不知道的 不過我只是覺得 嗯 你有53萬張未平倉合約 你幾次都是古怪的 是 很精怪的 因為你在7月17號那時候 即是上一個 即是剛剛機股的 這個自己本土中國的A-50 那個IF那個 就是其次 IF07 是 結算的時候 16號那時候 還有8千多張未結算 嗯 17號那時候 真正要 證明交所結算的 是只有1千 7百多張 哦 你1千7百多張 還有53萬張 嗯 不過是在減的 哦 最高的時候 是去到63萬張 是 即是已經減了10萬張 都還有50幾萬 是 那你5幾萬 還有你在中國裏面 7百多張 只有1千多張 喂 你還要減 53萬張 是嗎 因為我5、3萬張是大數 是 零頭就是1千多張 是 是 是不是 幾千張 我想你想想 53萬張 減 由現在去到30號 今天二十幾 二十三 二十三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左右 那就大約只有5個交易日 是 喂 每個交易日 如果真的好像中國的那個旗子 這樣 每個交易日 是要減10萬張 嗯 是 10萬張 你認為是不動的嗎 嗯 一說到那裡 始終 都在說幾十億的東西 是 就是這樣 問題是 動上還是動下 人家那些 這樣做的 你認為他拿好倉 就是拿孤倉 是 是 當然是拿孤倉為主 因為之前是做你世界益股下來的 是 你要看到這個人做孤倉 這邊這個人一定有人做好倉 托著的 是 是 因為你一定有人承了他 那如果你真的跌下來的話 如果你真的跌下來的話 這幫人做好倉 托著的 他真的這樣托著你 是 不會的 他一定會再跟著找一些 option varrant 其他其他等一件事 或者等一件事 去托著的 是 是 所以這裏 如果一動的時候 這裏動 後面的東西都會動的 是 是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一張場內的期貨 衍生可以出 有六張場外的衍生工具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一個理工的財務教授 叫蔣超平 他現在死了 不過他寫了香港第一本 中文的奇權道論 由 蔣超平 是 很厲害的 650元一本 喂 未試過香港賣這麼貴的財經書 是 我們當時還有一個 是奇權計價的軟件 是 兼有一個奇權走勢的simulation 如果這樣的話 你應該怎麼策略 這樣的話 什麼策略 有實戰給你做的 是 如果不是賣到600多元 是 是 是不是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這樣 不過他曾經是什麼呢 他就是做過 紐約證券交所的理事 他也是奇權那個始創人 Black Show的入室弟子 人家這樣的招話給你 一張裡面是牆內的 外面有六張的 你就相信 是 是 是 所以這些東西 所謂三人行必有我思義 你必要懂得糧師 益友 對你炒股有益 是 所以我經常都記住這件事 是 是 鄭學勤 我另外一個記錄叫鄭學勤 他是 是 芝加哥商品期貨交易所 他是動市總經理 是 他最近接受的訪問 就說 如果市 一動就有5% 10%的弱法 這些不是散戶做出來的東西 是由機構做出來的東西 什麼叫機構呢 就是有大惡 是 是 是 或者你找得到就是 這些人叫做 惡人做 不過他很簡單 大家商品期貨 大家都這麼惡 是 是 見到大家都是 紋龍紋身紋諷的 你能夠說是你紋身的不好嗎 是 大家都紋出來的 是 他說 這些就是我們這些人做的 是 那你就相信 是 就好像有些人說 有一看就說 這都是社團人士來的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叫社團人士 是 是 人家那些一看都知道 我們有你的 這個做事的手法我們有的 是 就知道 所以你知道這些東西之後 你要記住 因為 在一個期貨市場 永遠是很空險的 是 人家的期貨市場 也都這麼說 有些學術界人士 就做的 例如說什麼呢 就是說 中國已經有了五年 期貨出了五年 有六十幾次結算 六十幾次結算裡面 都很平穩的 除了兩次 是 哪兩次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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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 六月十九號 他說 我做了六十幾次 期貨市結算 每次都很平穩的 只有兩次而已 所以統計學上面 不成立 其次被人操縱 說這些說話的人 真是simple naive stupid 你拿刀就好 不要女人拿刀 是 是 索羅斯衝擊英鎊 在他一生人的生涯裡面 都衝擊了一次 拉雲尼說一次就夠了 不是拉雲尼說一次就夠了 一次就足以使你致命 是 那次人家賺十億 哇 六十幾次結算 次次都賺十億 中國大媽全部都做了 是 是 是不是 這麼好賺 每個月都賺十億 這些當然是草草埋賣一次 一煲就煲你 十億的嘛 是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不是用一個 這樣的說法去講的問題 是 而是問你問題 為什麼十二月十九號 人家動到東西 為什麼六月十九號 人家動到東西 是 如果你這兩個 不會解釋清楚 你就會有問題 嗯 你看回新加坡期貨指數 起司我都不知道的 再跟著知道 哎呀 中了招 那你就去看回 原來人家來新加坡期貨指數 在去年的十二月前 都動過東西的 哦 試過一次了 那今年是六月 又是動過東西的 嗯 所以你看到這個 旅外合作的 是 那你就知道 哦 這樣啊 而那時候那個期貨指數合約 未平壯指數 還沒有像今時那麼多 這樣呢 還沒有像今時那麼多 哇 那你知道就是 到這幾天你都知道 哦 黃雨 嗯 是 那你有幾樣事情做 黃雨 不要擔傘出去 直接不要出去 一定濕身的 有哪把傘可以當到黃雨 嗯 是 沒有的 所以你聚著這個人 然後 等下星期才 不是 是不是 啊 啊 啊 那恆生指數 來到這裏 這樣 來到這裏大約是 未到中族的 中族這裏 嗯 所以這些應該有助力位 是吧 那麼 那麼 國企指數 唉 那麼更差一點 是 是吧 那麼之前的國企指數表現得很好 現在 因為那個風暴來自A股嘛 所以當然是差了 上證 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麼上證 很多人說 應該會托著4500 是 為什麼呢 因為是去到這個 二至五千 因為去到這個 是 6月 十幾號 那時候 這些是 新加坡期間的指數 是升得很多 很多的 所以大致上應該是4400 至4800之間 那 那 那 深正指數 又是這樣 反彈很 很弱雞 Dow Jones 升到上來之後 下回來了 是 很多人就 那樣升 升什麼位啊 對各位 是 從2015年3月到現在 都是這些位 經常都覺得 很有投資價值 唉 我給你看了 4月1號是這裡 是嗎 現在又是這裡 萬八點頭上流下 那有什麼這麼多價值呢 炒波幅 炒波幅而已 所以說 它不能跌 喂 這些叫做時間消耗跌幅 有什麼好事呢 就是 還有一件事 中國人說話 說一句話 十個牛皮九個膽 是 現在摩登術語 就叫做 九盤必跌 盤是盤行的盤 盤行了九個月 由三月盤行到到 九月六月到的時候 哇 你還不必跌 因為這裡的圖沒有 再過跌也不是 那裡這樣 美匯指數 又是橫行 日經指數 來到這裡 又橫行 就是這個高位度橫行 是不是 是 美縣對日縣 又是橫行 是 每樣都是橫行 因為為什麼 外面 山雨欲來 風滿流 哦 不如躲在家裡 是 看一下電視 咬薯片 咬薯片 好吃雞翼 哦 雞翼龜 是 是 其實這些就是橫行 看金價這個星期 一定不是橫行 當然 插水 金價一定插水 是 金價插水 有很多種說法 例如看看 好 下跌原因 加息預期省溫 我又說 加多少息呢 3厘 3厘 沒有 你不加3厘 怎會有影響呢 加來 加來是0.25 是 不要讓他看死 加時是0.125 百分之一 人口上的抵辭金量 就說 有 只有公佈了這麼多 就是等於 1600噸 比較 2009年四月第一 增加57% 等於較市場預期 3000公噸為少 一說 人家市場估計3000公噸 你只有1600多噸 少了一半 是 為何中國持有這麼少金呢 是 中國會告訴你市場公開賣的金 他沒有 他還扔一些金出來 是 是 還好像全派 扔了33噸金出來 哪個中國大媽有33噸金 33兩也不會扔出來 是 這麼多 是不是 33公斤 33噸 這樣扔出來 當然是國家行為 為什麼國家一估 會估30多噸金出來 誰接了 是 人家不問誰接 誰呢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好 又說有些這樣 這樣又減少賣金 諸如此類 這樣 OK 好了 那 估你加息 喂 你都估十月加而已 是 現在什麼時候 7月都沒有 7月這麼快反應 不是 發你夢 這麼快反應 美匯當然是說 金價和這個美匯 已經反比走勢 美匯一直強 金價一直弱 對 是 是 好了 再跟著 除了金價跌之外 還有其他商品期貨指數 都是跌 是不是 金價都可以 其中商品之一 順著跌 那 基金經理池黃金的症狀 好量 你看到 一直減少 是 一直減少 時中 自然就會 就是 少 是吧 好了 再跟著 又說 金價失守藥肝重要水平位 因此 就會習慣1100元 或者之後 又說 中國央行日後 將會 賣入更多黃金的 因為少 那 將會形成金價有支持 所以 炸彈銀行 下一個支持位是1000元 光金 黃金 就是處理環境 比幾年前 今天跌穿1000元 機會很大 反彈也好 反彈幅度也不會很大 當然 那 即是繼續跌 金價會不會繼續跌呢 跌到什麼水平 最重要的 我當這個黃金 是一個商品 商品一定要有生產成本 是 大致上 我第二次炒金的時候 應該七幾年 那時候黃金的生產成本 拉雲 拉雲 應該是二百多元 應該是七幾年 八幾年 是二百多元 是 一直因此 黃金的價格 應該是超過250元至少 因為那時候 平均生產價格 是250元 到一直很久很久很久 到了最近 黃金生產價格 巨雲 是到七八八十元 一盎司 是 即是說 如果跌到七百八十元的話 沒有人再生產金了 因為產就會虧了 是 那部分有些是貴一點的東西 應該已經生產黃金的價格 是千至千二元 當然這些東西都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可能去到幾百元 或者一百二百元 即大家有辛苦的 有艱難的地方 平均七八八十元的話 即金價 下到七百八十元的話 再跌的幅度 是比較低的 是 當然不排除 可以跌到七百元也可以 因為會over suit 是 好像黃金的時候 去到二百五十元 一盎司生產成本價的話 都曾經去見到二百二十幾元的 好了 那今天為期不可以太長舊 是 黃金基本上是有幾個功能 一 工業用途 裝飾用途 這些 不用說了 是 第二樣東西 是一個投資用途 投資用途 我會看回 持金的成本價是多少 利息高的 我當然是 不可以拿這麼多金 息重 但是我想問 現在利息有多少 是 就算你加息 兩年之後 我看死美國 都加不到這個 兩利息 那兩利息上去 現在以現在差不多是 零息那樣 持金的成本 即是等於兩利 是 你以後加到兩利 兩利的持金成本的息 過往二十幾三十年 是便宜得很厲害 嗯 以前的三四五六七八利 是 你現在才由這麼低 升得上來 你就叫做利息上升 你已經洗到黃金 持金成本高 嗯 即是這樣 現在買碗叉燒飯 是不是 突然之間 下回去 不知怎樣加價 一百元一碗 下回來五十元一碗 再跟著 你又認為便宜了 是 五十元叉燒飯 五十元一碗叉燒飯 便宜了 然後 是 那可捐拍得到 如果是五毛錢 五幾碗叉燒飯 你又未吃或vid 我吃過 那後 рупули 他還走到一元 哇 是 瞬間 那你便說 哇這才一塊叉燒飯 它不算得到 旁邊的茶餐廳 還有value 還有26元 that's food good 可能怎樣可以看我說 所以不要說加少少就認很多 不一定這樣 還有其次我們要看 黃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貨幣功能 的確黃金作為一個貨幣功能 現在是收少了 因為美元太強 軍事力量太大 出產金最多的南非那些東西 有什麼軍事力量的 沒有軍事力量 另一個國家就是中國 都不會跟你打的 因此那個黃金的價格 你好像是反映不了 它再做一個金銀貨幣這件事的力量 的而且確 在現在我們在講一個整體的社會裏面 我們的生產力的提升很快 如果用黃金來做這個貨幣的話 是會產生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制衡力量 因為你不夠錢用 是 我賣了這麼多電話 那怎麼做 撕幾顆金沙給你 不行嘛 所以唯有就印銀子 才支撐到我們一個 這麼所謂的膨脹 所謂的經濟體系 所以這一點裏面 雖然它是陰獅子 都是要引的 死人越來越多 鬼多 鬼就不用人錢 就要死陰獅子 是 所以為什麼陰獅子 這麼多年 都一直有存在 因為真是鬼多了 我們又不燒真銀子下去給它 是燒你告訴我 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的黃金就好像少了作用 在這一點裏面 我們會有一件事要看 如果你是不斷印銀子 印銀子、印銀子、印銀子 印到有朝一日 那些人會覺得 銀子值不值錢呢 印銀子的國家、政府 所以有沒有一些機制去控制它 印銀子的速度呢 如果印銀子的速度 跟我經濟增長的速度相約 沒有問題的 所以1971年 美國的國略不用金本位 他說跟我GDP掛勾 這個是對的 因為GDP代表人類的經濟成果 所以跟它掛勾可以的 真是後來 如果印銀子的速度 是跟你國家債務掛勾呢 那就不同了 因為我拿你的錢去到之後 原來我買不回你這麼多的西餅 西餅是WGDP的部分 或者房屋 即是買回你這麼多的債務的話 我做什麼要負責呢 所以美國聯邦儲備局 是一直很強調 是要退市 所以說 他告訴人 我退了 我退了 你給點耐心等我 不要等我的美金 其實是說這句說話而已 是 是 但是 他可以退嗎 一退他會經濟衰退 是 經濟衰退 你是不是又要再野銀子 你那一刻的話 人心就會進失 原來你找到所謂退 即是盡 金價 就起那刻中 會彈回你 哦 因為 人家就會看看 你美國講完之後 我真的還信不信你 是嗎 是 是 因為你已經有 2013年說退市 要回來 退到現在2015年 2016年 你都退不到 是 為什麼退不到呢 而是最主要就是 一般人現在的看法 退市就要加息 收緊那些銀筋 即是現在收緊那些銀筋的時候 美國利息上升的話 很多美國人的房屋 又會再有一次 其實是按揭朝的倒閉 經濟又將會差了 是 美國又撐不住 我又要再銀一銀筋 那些人就在想 你2013年說退市 退到2015年尾 或者2016年 開始收一收 跟著之後 你又再銀一銀筋 這個情況就是什麼呢 兒子他吃百分 經常都說我戒了 我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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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戒了一兩日 第三日他吃飯 是 再給你試多幾次的話 你第一次一轉變 那個假釋官已經不信你了 外人不信你 媽媽還信過兒子 搞多三四次 真是連媽媽都不信你 是 那時候才有信物 信黃金 信黃金 因為黃金就是因為這麼少 中國收了這麼久 都收得這麼少黃金 證明黃金真的很少 其實中國是否真的這麼少呢 我們儘管這麼說 只有安 只是一個光系統 是 一年 應該大致上 產 是有 二百噸金左右 就是這樣 中國 總共產金量 每月有五百多噸 是高於南非的 那還有一件事 黃金 是否真真正正 人家說的數據給你 我得這麼多 你就相信 相信的 不是吧 很多人都說不信中國的數據 現在 為甚麼黃金這個數據 你信他呢 是 那想一想 是不是simple naest stupid 等渣兜 是 黃金的儲備量 永遠都是一個軍事機密 是 我告訴你 小的 我都不知道真小 還是假小 美國一直都說 它有八千噸金 八千 是 不過 沒有甚麼人相信它 哦 認為它已經靜悄悄沽了 那所以 所以 就很多的政府 開始現在說 我在美國的金庫 拿回那些金回去 哦 是這樣的 為甚麼 因為我就怕 你 原來都靜靜的一刻 沽了我的金 是 到時 我看飛機大派就打你美國 嗯 打你不贏的 是 那再其次之後 我們會看一件事 中國 上個禮拜 沽了一個33 噸金 哈 誰要了你 嗯 所以你又不要說 黃金 沒有人要 是 是 同樣我們都看到的 吉利汽車 便宜了 便宜到多少 毫靈子 沒有人要 是 匯豐 今時今日 嘩 整天都不過紅底股 真的過了七十四 去到 33元而已 嗯 沒有人要 是 如果我找回頭 嘩 33元的時候 笨身內賣匯豐 今天我財富 一個得 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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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元 現在就算算 七十幾元也好 我都多了1.5倍 是 是不是 所以很簡單的 當 一直這樣下來的話 而當 某些東西 還是有一個 永恆價值的話 你不能夠說 黃金沒有永恆價值呢 當它有一個 永恆價值 去到某階段 它就會回上來 我還是維持一個 這樣的看法 是 若然世人 對貨幣失去信心 嗯 對貨幣失去信心 對貨幣失去信心 它可以 不需要對所有貨幣失去信心 是 它只需要對美金失去信心 嗯 黃金 真的可以上到去 八千美金 一盎司 嗯 這個前提 講明 就是這樣 很漫長的事 我不知道 就是我剛才講的一件事 你2016年 你那裡就加息 跟著2017年 你就說要減息 嗯 你被人看到 已經不行了 是 是 人家就說 你美國經濟一路好的嘛 是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美國經濟很多問題 嗯 嗯 在這一點裡面 來講 今時今日 我會看到的一件事 中國是否真認這麼少金 嗯 我真的不知道 是 當如果中國 它進去SDR的話 又或者 在地市 IMF 要求SDR裡面組成 黃金 是佔其中一個 的組成部分 嗯 讓很多國家 你不要納亂引紙幣 作為了牽制的手段的話 黃金的價值 在那時候就出來了 是 它出來的作用 在黃金裡面 歷史上面的作用 是沒有過的 是有一次的 轉了身份 嗯 做了一個稱陀 是 叫做一個規範性的作用 嗯 這個規範性的作用 就是規範很多人 你不可以隨便去引紙 嗯 嗯 那時候就會 你一元美金 可能你要有 三毛錢等值的黃金 不是一元美金 就要一元黃金 嗯 是一元美金 可能要三毛錢等值黃金 那黃金 起碼就值這三毛錢 是 那這三毛錢 會不會是少過七八八十元 這個所謂的黃金生產價格呢 我估計不應該 嗯 是 就是這樣 那問題是 那這一點點呢 是不是都繼續跌下去了 沒有啊 如果你是現在 只是炒金的 嗯 就短線炒 是 你可以拿好倉 可以拿好倉 可以拿好倉 你用技術性去做的 哦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黃金 看以後 那些人仔 都不會印小錢的 嗯 那就等它跌了 跌下去 七八八十元 你就撈一點點 因為七八八十元 說 據說 是它生產成本價嘛 低的這個價錢 就沒有那些人去生產金的了 是 那於是供應更加會少 會接回上來 有沒有機會跌到這些位 那如果跌到現在 一千元你買不買 嗯 一千就等它破一千了 不是 你又是等它破一千了 一千和七八八十元 不是差很遠的嘛 嗯 百人二百元而已嘛 是 是不是 那所以沒有問題的 那 黃金又不是可以做早餐的 嗯 是 不用那麼快 這麼急賣 是 是 到位才做 不到位就算了 嗯 是吧 那你又沒有那麼快去嫁女 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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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女到時才弄他龍鳳鴨給他 不用買定住 到時才 不是 是 明白了 可能到時人家不喜歡龍鳳鴨 都喜歡鑽石鴨 那 幣家庫 不是幣家庫 是嗎 可能到時黃金比鑽石 哦 是 到時 不是一定鑽石 比鑽石 到時看著班 好 謝謝 好 好 想重溫石鴨手機的浪 歡迎登入HKET.COM的短片區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